民進黨提名陳時中林佳龍參選雙北市長 蔡英文盼雙箭頭爭取支持 延續安倍挺臺日本國會七位跨黨派議員 將在月底訪問臺灣 衛抗及中共美國宣布太平洋島國戰略 並投入約新台幣180億元資金 國安基金昨晚授權進場 台股今天大漲374點收復萬四關卡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